字幕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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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Doris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的是 2017年的手帳本 其實這個主題呢 其實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不會畫畫的人 要怎麼豐富你的手帳本 或是你的一些記事約字本之類的 就是提供我個人就是 非常非常不會畫畫 卻又想要擁有一本就是 屬於自己回憶的那種手帳本 然後我平常就是會怎麼使用它的 那首先呢 看到這本的封面應該就是 很明白就是2017年嘛 就是我就選了一個最簡單最簡單的風格 然後它的封面就是有蠻多種顏色的 可是我個人就是很喜歡綠色 所以我就想說 然後我就買一個秋風很流行的橄欖綠 然後我是在一個 就是韓國代國那邊買的 那好像台灣的PC Home好像也有買 不過它的顏色可能就會比較小一點點 但是大家應該都已經就是買了手帳本了吧 但是不管就是 我還是想要介紹一下 就是可以讓你們看一下 我平常怎麼寄東西的 OK 那 翻開第一頁呢 就是一個很簡單 它是有點就是 嗯 有點小亮面的一個 嗯 開封的感覺 然後這一頁就是我個人的一些小資料 好 看到的呢 就是2017年跟2018年的所有就是很簡單版本的整個都放在這裡給你看 可以去對那個時間 就有點像形式的例子 然後這個有點像是 你們知道那種大學不是都會有 譬如說 1050年度啊 然後1060年度 不是會有一整個這樣排下來 一整學年必須要做的事情 我覺得這有點像就是 嗯 它給你一整年 然後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說 嗯 這一整年大概有幾個很重要的事件要做 你就可以就是 把它在格子這邊塗色啊 或是做一些記號 但是它的那個格子不大 所以基本上你不能寫太好東西 然後這邊就是 很簡單一些自己試的地方 那再來下一頁呢 它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一整月的就是 貼出來 讓你知道你這個月主要做的事情有什麼 你就可以在這邊就是 要貼貼紙啊 然後做一些有了沒了 都可以在這頁做使用 那後面呢 它就是依照 就是 嗯 一整個禮拜分 然後我最喜歡的地方是 因為它其實 一天的格子還蠻大的 就是你可以 記蠻多事情在裡面 然後在它下面的地方呢 它就是有很大很大的空間 對於是 就是你這個禮拜 就是要做什麼事情 該做什麼 就是可以很簡單 就先寫上去了 然後 然後之後要分配時間的時候啊 你就再把它提出來 就是放在你 就是需要的那個日期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還蠻方便 因為我就是一個很容易 就是今天聽到什麼 要記什麼 然後我就 就是匆匆忙忙要走遲的那種人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就可以直接把它記在這裡 那 11月沒有記的原因 是因為我這本書 大概12月才收到 所以我11月的時候 然後就是 都是沒有 沒有記到任何東西 都在我上一本手帳本上面 那 我待會兒呢 就是用11月做範例 然後介紹一下 我是怎麼使用一整個月的 那我們就先翻到後面 它後面 這邊跟那個前面做的很像 就是一樣 讓你可以貼貼紙啊 或是貼一些有的沒有的東西 那這一頁呢 然後我是主要 它就是很多格子 所以我都主要來做貼一些 像是票券啊 或是電影票 或是一些展覽的票 或是一些小東西 因為你知道它背景已經好花了 所以你也不可能寫什麼字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就把它來貼一些 我想要貼的東西 我就把它貼在這個上面 那這後面呢 這邊就是一個 做一個灰底的設計 然後還有蠻多頁 就是可以讓你很簡單的記事 那我主要在這個地方做的就是 書單 就是我會自己說 呃這個月我 就是有沒有想要 特別想要看的書 或是我 就是看了 看一些網站 然後覺得 欸這個桌子還有出書 然後好像還不錯 我就會先盡量記在 這一面上面 這樣子我之後 就是可能去成品 或是博客 來買書的時候 就是我就可以很明白的 知道說 我帶有什麼一些單 書在上面的書 想要選擇 就是不會說 啊 那我到底要買什麼書啊 然後不知道 然後開始Google 就是一個很紅軟就是 我就習慣先把它記下來 然後 之後就是有機會去摸這本書的時候 就是看一下它的內容 是不是跟我想像中的一樣 那這一頁主要的部分呢 我就是抄一些句子 比如說 可能看電影啊 或是看書裡面 有覺得很不錯的一些句子啊 還是什麼的 然後我就會把它記在這裡 我覺得 因為很多東西你看人 就是聽過一次兩次 就很容易忘記 可是如果你把它抄下來 就是你有經過動筆寫這件事情 就會很容易記下來 因為像我如果想寫一些 喔 部落的文章的話 就是可能有時候 就是這個感覺 你不知道怎麼用文字 描述的時候 就是有時候 你就會突然想到 欸我好像曾經在來一本書 看過它怎麼樣 描述這樣的感覺 我就覺得 嗯 那平常就是 可能多吸收一些這些東西 然後把它記錄下來 可能就對自己寫文章 是有幫助的 再來 再來 我最喜歡這本書的地方 是因為它有世界地圖 超棒的 我真的很喜歡手帳篷裡面 有世界地圖這件事情 比如說你可以畫啊 說喔這個地方去過啦 或是哪邊 而且它下面還有這個 就是 嗯 世界各地有一些 比較重要城市的 一些時鐘的時間 好 那下一頁 因為我剛剛說的 這是一個韓國的牌子 所以當然就是 它後面會有 韓國 就是它的地圖 然後還有一些重要的程序 所以喜愛韓國的人 應該會蠻喜歡這頁的 因為你就是可以 寄很多很多東西 就是在上面 但後面的話呢 就是很簡單 就是 它就是一面 然後後面就是空白了 好啊 那剛剛就是很簡單 跟你們翻閱一下 這本書的內容 那接下來呢 我就要開始跟你們分享 我平常是怎麼樣記事的 那影片的最後呢 就是有東西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你們一定要繼續看下去喔 首先我買的手帳本 它會比較偏宿命一點點 所以如果在當月份的時候呢 因為平常我都會買很多很多貼紙 就像這樣 是不是會買超多有了沒的貼紙 那主要呢 我每個月就是可能會選出一張 可能我自己覺得這個主題我非常喜歡 那我就會選定那個主題當中 是我這個月的那個月計畫的主題 所以我就會直接把 就是大部分的大張的圖 我就會先貼上去 那可能它旁邊會有一些小圖啊 那我就會之後 可能看出有什麼樣的約會啊 什麼樣的一些事情 我再慢慢的加進去 除了就是買貼紙以外呢 就是我還會去印這個 日復的話呢就是很多那種 插畫家 他會在自己的可能粉專 或是instagram上面 就是會跟大家說 他這個月就是畫了這樣子的主題 因為他其實你看得到就是 他是按照月份 然後一月然後一二三四五的 就是他每一天都有不一樣的圖案 然後你可以去那個Seven 然後用那個iPhone列印 他其實都會有一個期限 通常都是 月底的時候會推出下一個月 然後你去抓緊那個時間去贏那個固片 那如果你可能怕來不及的話 你也可以就是用雲端把它下載下來 好那基本上呢 我只會用這四支筆的顏色 就是藍色、綠色、黑色跟紅色 然後我最喜歡用的筆就是無印良品的筆 那為什麼紅色不是無印良品的筆 原因是因為我當時就是大學讀書的時候 紅筆就是用的速度比較久 所以它還有非常非常多的水 所以我就繼續用了它 那其實這三支顏色就是我換得最快的時候 那首先呢就是我會先列出就是 用紅色去寫一些 比如說這個月 你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約會 比如說你這個月的重大考試 或是哪天要開會 或是你有什麼樣角角的daylight 我就是這三種的話 我都會用紅筆去做標示 因為紅色就是最常會直接翻開 就會看到的紅字嘛 那藍色的部分呢 那我就是會用來寫一些平常的一些私事 像是 我可能要去看醫生 那我可能就是要去一些郵局辦事情啊 或是有一些什麼角角身形表 說要用什麼東西的話 就是私事 個人私事或是代辦事 像的這種用藍色的筆去做標示 黑色的筆的部分呢 就是像是一些私人的約會或是紀念日 可能跟男朋友的約會啊 或是跟朋友要去喝下午茶 或是跟朋友約好了 然後就看展覽什麼的 我就是會用黑色的筆去做標示 再來綠色的話呢 我現在目前就是把它用來像是 嗯 運動 運動 因為像我每個禮拜都會固定去運動一次 所以我會用在運動 或是在一些學習上面 自我投資方面 可能英文啊 或是一些設計什麼的 我就是會用綠色的筆去做標示 那標示完了之後呢 我可能就是像剛剛提到 會貼貼紙 那再來 比如說你一個月可能有幾天是 嗯 連續性的可能要去出去玩 或是有一個 嗯 可能兩天一夜的開會什麼的 我就會用這種 橫條的貼紙 就是橫條的貼紙 它可以直接這樣子很長 然後就直接跨日這樣貼下去 那像紙膠袋的話呢 也會非常非常的方便 因為我自己還蠻喜歡蠻紙膠袋 我就是後來發現 紙膠袋就是你這麼多捆 然後如果你要收藏它的話 可能要買一個盒子來裝 所以我後來就是 買到了這種 這種 嗯 模板 我強烈的建議 喜歡用紙膠袋的人 可以買模板 就是直接把你常用的 紙膠袋啊 然後就是這樣纏繞在上面 它就會變成這樣子 而且上面 還有非常非常多種 你想要的圖案 就不會說 你可能帶這樣這麼大捆 然後你可能一次用到這麼多 加上這樣又很容易掉 又很佔空間 那我自己 除了就是用紙膠袋之外呢 就是我鉗筆盒裡面都會放 色鉗筆 它算是色鉗筆嗎 就是有點像以前那種畫重點 不是會用那種粗體式 紅色粉紅色 螢光色 螢光筆 螢光筆 它這個螢光筆啊 就是做雙頭的部分 所以我自己覺得用起來 就是非常的方便 加上它的顏色就是紅色啊 然後綠色 藍色 黃色 就是基本色啦 我覺得很重要 那最後如果是要寫 可能週期化部分的話 我就會準備這種便利貼 就是可能需要貼什麼重要的東西 我就會直接寫在這種上面 好啦那以上呢 就是很簡單 跟你們介紹就是 如何用手殘的方式 去豐富你的手帳本 那剛剛說到最後就是要 跟大家分享一個東西 就是 這個也是2017年的那種日曆 然後 大家應該都知道 我很喜歡就是Puzzle的衣服 如果有在follow那個 穿搭的部分的話 然後那時候 我去年也有買他們那個桌粒 然後它今年出像這樣子的 我把它拆開來給你們看 我真的很喜歡它上面的金扣子 它上面就是一個扣子 而且你們看它裡面就是 那一頁都非常的美 就是非常多不同的圖案 就是即使如果你今天不把它做什麼 就放在那邊 你也會覺得看得心情非常的好 然後我是去年買了這一本 然後我前幾個禮拜工作的時候 又拿到了一本 所以等於是就是我有兩本 我就想說就是 如果困在家裡就是也沒有什麼用 就想說來跟大家分享 然後辦一個很簡單的抽獎活動 那抽獎活動的資格就是 你只要追蹤我的YouTube Channel 然後留言跟我說 有什麼想看的主題 有什麼想跟我說的話 那獎品的話呢 就是會有送出這本 然後還有我自己想送你們的小禮物跟卡片 所以你們就趕快留言跟我聊天吧 因為其實現在追蹤人數也超級少 所以大家那個中獎機率都超高的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